我們首先畫一個圓之後 然後呢,首先我們要 我們要把 青 畫一刀的 首先我們要 生成一刀的加工軌跡 然後 把這個 做一個 180 8 然後再在奧特卡的裡面 這個上面 不是有一個 生成追途加工軌跡嗎 生成追途加工軌跡裡面要設置一下 第一刀 11 塗抹台寬 這個不存在 目視不長 是根據我們的目視大小來改變 台階加工一次這個 前面不用勾選了 因為是隔一刀的 然後呢,左偏移 然後這個 點加工外型 就是在這裡呢 要設置一下 要把這個改為大拖擺 大搖擺 然後呢 這裡要輸入一個下導輪和上導輪 它之間的這個中心的間距 這個要實際要測量 用捲尺乾頂尺捲量一下都可以了 然後呢 接下來 接下來 輸入下導輪到 編層平面的距離 何謂編層平面呢 就是 我們的工件的底部 然後再輸入我們加工的工件的高度 比方說你30就30 你80就80 然後再輸入上導輪的半斤 上導輪的半斤 我們那個導輪一般是 30的 也就是說我們輸入15.1 然後這個指定追多角 比方說我們要切個 政府 政府我們30 政府30多段 我們就輸入一個政府30 好 這個時候 然後我們還在這裡面選一下 把這裡的這個 跟蹤線速改一下 改到60 我們一刀的向對應180 然後我們再確定 確定之後 再點這裡的確定 然後再選擇它之後啊 再點到這一個 嗯 我們第一刀的這個 穿濕點 哎呀 這個不對了呢 哦 這個割不出來 因為我的圓太小了 我本身 我的下面的圓 只有5個毫米的半斤 所以說它是沒法割出來的 沒法編出來這麼大的一個追度的 所以說呢 我們必須把這一個圓 那我再來畫一個圓 畫大一點 但是我畫一個半斤是18的 我們畫一個半斤是18的 然後我們再點確定 我們 再生成一刀的加工軌跡 好 然後我們 再來 嗯 生成追逗加工軌跡 其他的我們剛才已經編好了 就不管了 再選它 再輸入傳指點 OK 就搞定了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 發送加工任務 必須要在這裡面發送 點發送追逗加工任務 我們 因為我這裡沒有卡 這是魔力的 我就點虛擬卡 再選擇它 點右鍵 我就發送到了這個卡裡面了 所以說 那麼現在就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一個三圍的 這麼一個 形狀的一個追逗就出來了 上面是一個小圓 下面是一個大圓 這樣它是一個追逗的 那麼我們點開始加工 可以看看它模擬的 這麼一個形狀 我們就知道了 那你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它下面 上下才搖擺了 擺動的 這樣子切割 那麼我們這個模擬的 和我們實際的切割 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我這一個是正負30度 我設置的是非常的大 看起來比較 嗯 更加的 點心吧 好 我們把這個加工程式打快一點 按它走快一點 因為這是模擬一下 我是為了說明 這麼一個過程 好的 好 羅先生你跟他們講一下 好吧